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只要长得各式各样的名词 它只要是名词就可以放在完全集物动词的后面 这样对不对 对啊 基本上这个概念是这样的没有错 因为你看我们说I love you好了 爱是什么词 爱是一个主词 在句子里面它是一个主词 那爱呢它也是一个代名词 代名词是一种什么 一种名词嘛 对不对 一种名词 love是动词 那you的话呢它在这边是 句子里面它是一个寿词 可是呢you如果讲它的词性的话 它是一个代名词 所以你们发现 如果是集物动词的话 后面我们只要找名词 它是各式各样的名词 比如说啊这个代名词啦 一般的名词单字啦 那或者是那个动名词啦 你都可以把它塞进去 那对我来讲呢 其实名词哦 它有三种 如果是短短的一个字一个字 比如说an apple a car a bird 这个呢就叫名词单字 那如果呢 长一点点的 比如说我们那种 动名词开头的啦 go into the park 或者是 to go to the park 这一种呢 我就会把它当成是一个 名词的骗语 只要对我来讲 多于一个字的 它是一个名词 它呢就是名词骗语 这个当然文法 就是看同学怎么去整理它 那如果它再长一点点呢 我就会叫它名词子句 诶那长一点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呢 假设它这个名词里面呢 它有自己的动词 这个动词呢 它是有实态的 你可以从这句话看到说 a它是现在进行式 a它是现在简单式 那它就叫名词子句 所以基本上 只要是名词 一个字的单字 名词的骗语 多于一个字的 a很完整的是一个句子 名词子句 这些都叫名词 都可以放在我们的 极物动词的后面 只是有一些动词 它会有规定 你不是说你随便放 我就给你放哦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 特别要去记的地方 但是大概念是这样 请同学先记得 所以第一个我们先看一下 最简单的 名词当受词 那名词当受词 基本上呢 只要那个字是 即物动词 名词很简单 就是我们讲 名词单字嘛 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句子 Penny loves chocolate Penny喜欢吃巧克力 那巧克力就是 名词的单字嘛 对不对 只要是有名词 你就可以把它塞上去 那比如说你也可以说 I like Penny like Penny loves chocolate I like cookies 我喜欢饼干 他喜欢巧克力 好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 代名词当受词 代名词就是什么 代替前面已经讲过的名词嘛 所以它虽然叫代名词 它本质上是什么 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名词啊 只是因为你这个名词讲过了 我把你代掉了 那它也才是一个名词 对吧 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例句 山母呢 是我的同学 可是呢 我不太了解他 你前面已经讲到山母了 你不用一直讲山母 山母山母嘛 对不对 这样会让人家怀疑说 到底有几个山母 你不是已经讲过山母了吗 你干嘛不讲他就好了 把它代替掉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句子 它是怎么代替掉的 Sam is my classmate But I don't know him very well 对 你看Sam已经讲出来了 后面就说 可是我还是不是很了解他 那同学要注意一下 就是呢 这个代名词的使用 你一定要在情境呢 很清楚的情况下 有同学呢 讲话常常就是 比如说不着边际 你前面都还没有跟对方说 你在聊谁 你就说他 就开始说he啊 she啊 然后it啊 我怎么知道是哪一个他 你在说你们家的狗狗吗 还是在讲说 隔壁家养的猫啊 对不对 所以代名词它使用的话 基本上呢 你前面要先出现一个很明确的名词 我们后面用代名词 才会是比较合理的哦 那这两个都是基本盘嘛 对不对 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入到 三四五六 比较难的地方咯 我们首先看三 名词片语当受词 你看 刚刚一二是单字 对不对 现在三呢 就是片语了 比较长一点点的 那你这边呢 可以帮老师写上去哦 基本上呢 我们先来看这个例句好了 比如说 我还没决定 今晚要吃什么 I haven't decided what to eat tonight 你有没有发现 他呢 what to eat tonight 他其实没有自己的真正的动词 你从那个what to eat 你看不看得出来事态 你可不可以叫出说 这个是现在完成式 这个是现在进行式 不行对不对 所以它就属于一个片语 那这个片语呢 同学可以帮我写一个规则 就是呢 这边我们介绍的片语呢 是一问词加to的形态 一问词加to 所以呢 我们很常用一问词有什么 比如说这边是what 那你还有什么 how啊 还有什么 where啊 还有勒 when啊 这一些还有勒 whether啊 这些都可以 那这个的话呢 一问词 后面我们加to 那同学帮我写一个 一问词加ing 这个帮我打一个XX 不行哦 有的时候考题 就会这样考你 这边呢 他就放一个what 那后面呢 他就换eating 这个可不可以选 这个就不可以选哦 OK 那我再用how来造个句子 给同学 比如说 I don't know how to get to the train station 我不知道怎么样 到那个火车站 你会跟我讲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有名词片语 对不对 有疑问词 后面加to 动词原型 那今天假设 这个后面的情况 变得比较复杂了 比如说呢 你看哦 我们这个第三个 这个点啊 我还没决定 今晚要吃什么 我还没决定 今晚要吃什么 决定这个动作 跟吃这个动作 都是谁做的 都是我做的 可是你看 下面那个第四个 名词子句当寿词 这位小男孩 相信圣诞老人是真的 这个时候 这个状况就很复杂了 因为呢 相信是谁 小男孩相信 那谁是真的 不是小男孩自己 是不是真的 对不对 是圣诞老人 是不是真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能用 what to eat how to go to 这种呢 直接加 to的形态 因为这个时候呢 用to的话 主词 两个动作的主词 要是同一个人 那既然这样怎么办 没关系 我们把句子再延伸一下 本来是片语 对不对 把它延伸成名词 子句 让它变长 让它有自己的主词 动词 所以说呢 原本在上面的名词 片语啊 它现在可以再把它 延长一点点 你后面直接把原本的 to eat tonight 这个都不要 那你如果是第三个 I haven't decided what I want to eat tonight 也是可以的 只是在这个情况下 因为我们刚才讲过 主持同一个人 所以就不用这么麻烦 但是呢 像第四句 这个例句呢 the boy believes that Santa Claus is real 这个地方呢 你就会把它 把它延伸 变成一个句子 好 那还有没有其他句子 可以给同学呢 比如说 我不知道呢 Tim他会不会来派对 我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这个动作 是我做的 可是呢 会不会来是谁 是Tim 好 那Tim会不会来 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 whether Tim is coming to the party 所以两个 加起来会变成 I don't know whether Tim is coming to the party OK 所以说这个名词 有的时候你在这边 believes 我们看到的是 that 对不对 那有的时候 这个that会改掉啊 像是会改成 whether或if 当作是否 或者是会改成 疑问词 疑问词 比如说呢 我不知道Tim跑去哪了 I don't know where Tim's gone where Tim's gone where 也可以哦 好 那这里的话 这个是第四个 那第五个 不定词当受词 老师觉得这个呢 也不难 第一个 不定词呢 它有一种去的感觉 不定词就是 to加动词原型 对不对 它有一种 我要去干嘛去干嘛的感觉 所以同学帮我把说明的重点 帮我划线一下 它是以不定词片语 做受词的急误动词 这个前面很复杂 没关系 我们先重点就好了 表达某种愿望或企图 这个帮我打 行号行号行号 当你中文 可以表达出 我想要去 我非常渴望去 它会翻成什么什么去 什么什么去的时候 大部分的时候啊 它都可以接to 加动词原型 我不能跟你说百分百 可是我可以跟你说 大概百分之八十 有没有例外 有例外 我们等一下会来看到 但是你看我们提供的那些动词 比如说渴望 aspire 选择 也是选择去嘛 对不对 choose to 决定去 decide to 渴望去 desire to 期望 expect to 对不对 它是不是都有那种 我想要 我希望 我计划 我未来要干嘛的 那个感觉 那这个时候呢 有这种感觉的动词啊 它后面就很常接 吐加动词原型 那你说 不定词当受词 这种 好麻烦哦 很难记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我们用来 归纳文法的语言而已 你只要记得规则 那个语言 你不用记那么清楚 老师举个例子 比如说呢 你喜欢吃 冰淇淋 你怎么讲 I love ice cream 对不对 那你如果你今天呢 喜欢 学英文 你怎么讲 I love to learn English 对吧 所以你看 你后面 你看love这个字 后面可以放 Ice cream 后面也可以放 to learn English 所以是不是代表说 这两个东西 chocolate 其实它的地位 就等于什么 to learn English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 不定词 它chocolate 是什么词 受词 那所以你的 to love chocolate 也是什么 也是受词啊 所以呢 它其实没有你想的 这么复杂哦 就是怎么样去接续 比较合理 我们既要符合 文艺 又要符合文法 对不对 那这个符合文法的地方呢 就是 它到底是要接 不定词啦 还是要接什么 名词子句啦 你在处理的 就是这个问题 因为你的语意 越来越复杂了 所以你需要有 相对你的文法 去做 去做解释 说明这样 好 那我们来看 几个例句 比如说呢 贝斯想要学英文 Beth wants to learn English 这个有种 想要嘛 渴望的感觉 好 我希望呢 可以尽快再见到你 I hope to see you again soon 好的 那我们来看到最后一个了 最后一个是 动名词当 受词的部分 动名词就是动词 ing嘛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呢 同学要记得 这个地方的动词啊 很长出现在考试里面 为什么 因为其实大部分啊 一个动词要接 另外一个动词的时候 我们都会接 to动词原型比较多 就是接不定词的状况 比较多 那考试才喜欢怎么考 当然是考例外的啊 对不对 那所以说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边有哪一些动词 后面要接ing 比如说承认 admit 期望 这个期望是预期 比如说预期呢 今天大概有一百个人 会来参加会议的这种预期 anticipate 再来避免 avoid 考虑 consider 否认 deny 不喜欢 dislike 喜欢 enjoy 完成 finish 想象 imagine 练习 practice 停止或戒掉什么 quit 比如说戒烟 quit smoking 你不会说quit to smoke 对吧 建议 recommend 冒险 risk 还有最后一个建议 suggest 那这边同学要小心 基本上呢 你要考他会怎么考呢 当然就是说 他感觉的那个动词 感觉后面要加不定词 可是你又加ing的 他就喜欢考这些 我们把两个特别的圈起来 两个建议帮我圈起来 recommend跟suggest 因为那种建议 你很常会讲什么 我建议你去干嘛 我建议你要去看医生哦 我建议你应该要去问一下你妈妈 然后再来答应我 你是不是明天可以跟我出去 对不对 那这种时候呢 因为你中文的关系 很容易影响你英文的作答 这个时候就会是他的考点 就会是他的陷阱了 所以recommend跟suggest 一定要记起来 那那个suggest 我给同学一个例句好了 比如说呢 我建议还是要去看个医生吧 I suggest going to the doctor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另外再给同学两个例句 老板在考虑再雇用一名员工 The boss is considering hiring another employee 查课建议开车去目的地 Chuck suggested 或者是 Chuck recommended driving to the destination 所以呢 以上呢 就是整理 那请同学可以记得 完全极物动词 它后面就是加名词 这个名词 短的叫单字 长一点点叫片语 那再长一点点 有自己的动词的时代的 就叫做子句 那就把它整理在一起给大家 好 那接下来看一个更麻烦的 叫做不完全极物动词 什么叫不完全极物动词 就是说 我后面呢 这个动词哦 我放了一个寿词了 嗯 我已经放下去了 可是呢 诶 这个语意还没有结束 所以呢 帮我画一下 这个框框里面的大重点 需要加受词补语 才能表达完整的语意 那现在呢 他就要介绍说 受词补语有什么形态 好 受词补语的形态 我们先冷静一下 听起来很难 对不对 受词补语 它的意思就是这个 它在补充说明受词 补充说明受词 所以说 你的受词要怎么补充 你后面就要加什么给他 对吧 这样想其实就不难了 记得哦 这个东西呢 受词补语 它通常是放在受词的后面 去补充受词的 所以你就问自己说 受词到底现在需要什么 它需要什么 你就补什么 它需要什么 你就补什么给他 那这种情况下 同学可能要注意的就是说 很多东西要背 嗯 这个很免不了 就是学语言 你就是有一些地方 你一定要用背的 嗯 你可以放在一个情境 做例句 或者是你自己造句看看 在那个情境使用 语言都是为了表达而服务的 所以当你有用到它的时候 你只要哪一些情境 你需要它的时候 你就比较容易把它记起来 那这个我会建议同学 你在你的那个年级 你遇到哪一些动词 有哪一些这种用法 你就先被慢慢慢慢减 慢慢慢慢减 慢慢慢慢累积 在自己的智慧里面 好 第一种就是名词座 受词补语 比如说呢 很多学生认为 强森老师 是最好的老师 Many students consider Ms. Johnson the best teacher 那我们 consider 在刚才有看到 所以你看 一个动词 它有可能有很多种的用法 这个也是同学 觉得很难记的地方 像我们刚才看到 前一页啊 是不是有consider 这consider 是考虑对不对 老板在考虑 在多雇佣一名员工 自己的consider 是认为 所以同学注意哦 consider 在做考虑 跟在做认为的时候 它的文法接续 是不一样的 你如果弄错了接续 它的解释 就会不一样 外国人就会 为什么是这个意思 我有点听不懂 这是因为它有不同的意思 它会对应不同的接续 consider 这一次希望同学 把它背起来 这个是比较基本的 consider的话呢 后面你可以把认为 谁是什么 consider Miss Johnson the best teacher 还有啊 比如说 再给同学一个例子 所以consider 可以先记 同学有看过 make这个动词 对吧 这个make 在用这个用法的时候呢 它是始成为的意思 比如说在结婚的时候啊 很多时候 男女在交换一些 诗词的时候 他们就会讲说 you've made me a better person 你让我成为一个 make me you made me 是什么意思 语义还没结束嘛 a better person 你让我成为一个 更好的人 遇见你 我觉得我每天都在进步 所以我决定跟你 当一生的伴侣啊 这样子 好 所以这个是名词 做受词补语的 使用方式 有多少先记多少就好了 第二个 使用词做受词补语 那现在呢 我们来看到 比如说 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 帮我把find 帮我把觉得 圈起来 你看 find 我们通常用到说 比如说 I found it 我找到了 这个时候 它是完全 极物动词 它用这种 不完全极物动词的 用法的时候 它是当做什么意思 解释 觉得 又学到了第二个 觉得解释 对吧 所以比如说 我现在呢 这个受词是the story 那这个story是怎么样 我要去修饰这个story 我要好好的把它讲好 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呢 很有趣 enjoyable 我们用形容词 去形容这个story 这里可不可以放副词 不行啦 因为我这里 我是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 故事是一个名词 对不对 我现在要修饰 虽然我放在 这个故事的后面 通常形容词 要放在名词前面 对不对 但是这个动词的文法 就是这样 我要把它放在 这个名词的后面 那你还是要想办法 把它怎么样 挪动一下 挪动一下 所以你看这个story 它是名词 你后面只能放什么 修饰它 因为你现在是要补它 兽子补 你要补它 所以它要放形容词 enjoyable 好 那它既然可以放形容词 它就可以放下面的三跟四 因为呢 现在分词跟过去分词 同学记不记得 我们说它可以当什么词用 形容词用 interested 过去分词 诶 形容词啊 感到有趣的 interesting 现在分词 诶 让谁感到有趣 所以说 你看哦 它既然受词补语 可以放形容词 那你就知道 受词补语也很可能 出现 也会被当成形容词的 现在分词 跟过去分词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句 The police officer saw the boy The police officer saw a boy sitting by himself in the park 警察看到一名小孩 自己一个人 在公园坐着 那你看哦 这个boy 后面这个 自己一个人坐着 是要去修饰那个boy的 对吧 所以说呢 它就放在它后面 sitting by himself 那因为它会自己坐 它会自己坐 所以你这里用 sitting ing 那为什么 我说它会不会自己坐 因为呢 下一个过去分词 就是你这个受词 不能主动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会用到的 比如说 马克昨天 把他的西装 拿去干洗了 Mark had his suit dry cleaned yesterday 西装不会自己洗吧 西装不会自己干洗吧 自己跳进去 红衣机说 那我自己把我自己红干 不会嘛 对不对 那你现在后面这个字 是要修饰西装的 那所以说 它应该不能用现在分子 因为现在分子 有种主动坐的感觉 男还可以主动 坐在公园里等 但是西装不行 自己清嘛 所以是 dry cleaned dry cleaned 要小心 好 那有的时候呢 你看有些动词啊 就比较龟毛一点 比如说呢 第五个 原型动词 做受词补语 这个呢 请同学帮我特别写一下 通常是 实义动词 那三个呢 make 我强迫你做什么 half half的意思就是说呢 他跟make有什么不同 他不是强迫的意思 他就说 比如说 我请人家来帮我修窗户 我有付钱给他 他在执行他的义务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half 比如说呢 我让这个 理发师帮我剪头发 那这个 我并不是强迫理发师帮我剪发 对不对 所以我不会用make 我也不是用let 第三个 实义动词是let 允许 我并不是高高在上 允许他帮我剪头发 本来我都不允许别人碰的 不是吗 他就是在你付钱 他做他的事情 那你付钱得到你相对应的服务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用half 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就是特定的用法 所以实义动词很喜欢考 make 强迫 half 让谁做什么事情 通常是出于 他对你的服务 商业的往来 但最后个let 允许 这三个要背起来 比如说 Wendy的妈妈 允许她吃完晚餐后 看卡通 Wendy's mother let her watch cartoons after dinner 这个watch cartoons 谁看 Wendy看那个her Wendy看 那所以呢 Wendy watch cartoons 好 那有的时候呢 也会有第六种 这种不定词遍语 做受词补语 那这个时候 同学就可以用 我就可以用语意去记 比如说呢 你看我们先看中文 我的老板 鼓励我 分享我的想法 他是要先鼓励我 去做什么 我们刚才讲到 不定词 那个to 动词原型 有去干嘛 我想去 我希望去 渴望去 可是如果是我渴望 别人去 的这个时候呢 你的want to 原本是 I want to go 我想走了 我想要你走 我不想走 我本来要把你赶走 I want you to go away 对不对 所以你只要翻译成 想让谁去干嘛的时候 你中间呢 就把那个 受词把它插进去 那后面这个事情 是你希望这个受词 去做的嘛 对不对 就像我老板鼓励我 分享我的想法一样 My boss encouraged me to share my ideas 所以我觉得这个计法 就跟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不定词的计法 want to hope to 渴望去 desire to 的计法一样 只是你现在是希望 别人去做什么动作 那接下来呢 是最后一个 介细词片 做受词补育 这个呢 同学就是要特别的 把它背起来 因为每一个动词 它接的可能都不一样哦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魔术师将帽子变成了鸽子 turn the hat into a dove 可是呢 有的时候比如说呢 我要让你呢 不要受到伤害 protect somebody protect somebody from something 比如说呢 I want to protect you from harm protect 它就是接from 这个你就是要记起来 不要受到伤害 那像talk嘞 说服 比如说我说服 Tim和我一起去派对 I talked him into coming to the party with me 所以你看talk 它后面要用into 说服谁去做什么事情 那这个同学就 慢慢累积 慢慢累积 最后呢 你就会有比较 常出现的考试的动词 那今天呢 就比较统整性的 跟同学做一个分享 完全集物动词 老师觉得你要把那个概念 记起来 就是名词 它可以是很多样的 不只是一个单字的 对 它可以是一个片语 它可以是一个子句 那不完全集物动词 你要先 老师觉得学习的重点是 你要知道 它的那个后面 这个受词补语的样 它有好多种 但它都是从受词去看 你受词需要什么 你补什么 那常见的字 我们先把它记起来 以上的分享呢 希望同学都有 学到一些东西 比较统整性的概念 那我们这里是 常春藤解析英语 我是Betty老师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